欢迎收听中文会财经网站3月11日的收治广播 今天恒生指数轻微反弹了200点 下报23264点 成交有15亿 上升股份有500多只 下跌股份仍有1250只 大股有轻微反弹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这个都是看美国各方面 昨晚道指指了3000点 但是今早道指期货又反弹了1000点 就涨了停板 变成了市场的憧憬 今晚美股会不会有一个绝地反弹呢 所以令到港股来说 今天就是低开之后 就是重上23000的水平 那我仙气仍然继续是相当波动下的 那就先看看A股的表现 那上升综合指数呢 今天来说就是 这个回套了9点 下报2779点 那就是看重榜股的表现了 那腾讯呢 就明天公布业绩啦 那今天反弹了2.3% 349.8 那9988也是轻微反弹了2% 183.2 2382就公布业绩之后呢 今天就微升了1% 到1804.9 2018 那瑞星科技来说呢 就变动不大 微跌了0.19% 40元四毫的 那就是 目前来说 市场都相当波动了 最主要就是美股那方面 什么时候呢 是跌完 那由29500 跌到2万的话 其实都跌了 就是 三成那么多了 那究竟就是 现在市场就在看了 因为各个来说呢 已经是 就是宣布了是封关了 那基本上那些航空也都已经是死了 那就是 然后 那个疫情会怎样发展 还有呢 会不会呢 就是因为 因为经济那个是 急速下滑的关系呢 令到企业呢 是出事 或者是 触发到一些债务违约呢 这一个呢 是市场所担 就是将来呢 需要提防的一件事 因为这些消息 这些这样的情况来说呢 就是 没办法预计得到 就是 不同的一些是 这些是 不同的一些 图表啊 或者是一些 其他可以预计到的一些 是因素在那里 那又突然间说 出现了 某些公司的出现有问题的话 其实这个市场 是很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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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来说呢 暂时来说 大市来说 相信呢 都就是 是很难会出现一个大升 那 除非就是说 那个疫情是急速 换互 是的 令到呢 那个 经济是能够是 即是 既然是 否则的话呢 暂时来说呢 恒生指数呢 可能呢 都未说可以 这么快出来 危险其住 是的 那就暂时 今天的收市分析 就到这里了